发生火烧车的地点 这里是一栋新加坡式的华夏 一楼就是停车场 还好通风信良好 所以消防队抵达时 火势很快就扑灭 消防火速道场 住户们还是吓坏 在外头等了一个小时才敢返家 而起火的名贵休旅车 车主原先也五萨萨 直到和警方看了监视器 女子一身碎花长裙长发披肩 走到黑色休旅车附近 没多久就起火 车主只认识她的太太纵火犯案 邻居口中的好好夫妻 怎么会成了纵火犯 王委会主委透露 夫妻两假日才来住 关系融洽 不常听到争吵声 没想到中秋廉假第三天 68岁蔡沁妻子 怀疑丈夫出轨 一气之下拿打火机点燃油箱 不只烧毁丈夫爱车 还颇及到旁边的SUV 他们还蛮责任的 他就给我们道歉 那我们就觉得 反正他有负责任就好了 就是有遇到 然后聊一下 他就说比较不好意思 自知有错 也向邻居诚恳道歉 这把火烧得这么旺 停车场天花板墙面 水管管线无一幸免 住户自救 一度无法灭火 因为这辆价值近400万的休旅车 是轻油电车款 说上有颗小电池供应电力 灭火处理 得靠化学泡沫 水线加泡沫的方式来进行灭火 利用泡沫来隔绝油料 以及电池与空气接触的自洗法 来做灭火的动作 再怎么谨慎 还是造成旁边日系品牌的豪华小型SUV 满金回损 主委特漏夫妻俩已经和受波及车主谈妥 会赔偿一辆全新的车 至于公社还要在开会协调赔偿 只是不少住户抱怨 半夜吵架就放火烧车 万一睡梦中逃生不及 后果难以想象 TVBS新闻 吴中旭宋阿娟屏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